要繼續聊純圓梗嗎? 也是可以 我們家蜜小花好吵 吵死了 這家也蠻漂亮 像我說我跟我們班女孩子會有點不一樣 是像我記得我們 我們是國二去不是國三去 我們去歐洲的時候 然後 他們就是都會去我還記得 因為我們是音樂班所以一定有去奧地利 然後他們就會去買那個 奧地利水晶 什麼水晶項鍊啊 什麼的就很 很秀氣那種東西 然後 就只有我跑去買那種 因為歐洲還是有那種大麥蟲 那時候就逛過後面有點像類似 Zara或H&M那種大麥蟲 然後會有那種Hard Rock 就是很大的十字架或是什麼 鐵的 鐵牌的那種鏈子 然後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就有同學 他就一副 很奇怪的表情看著我說 你怎麼會買這個東西 我說人家就有賣 這邊是歐洲 你愛買那個你的水晶項鍊是你的事 我高興買這個不行 所以我說我跟我們 然後因為我也不是特別漂亮 那那個地方的學生本來就是會 那叫什麼 不是七善怕惡 對他們也有的人 會七善怕惡 那有的人也是 會 會跟人家就是會看你不順眼或是什麼 反正我跟我們班感情不是很好 但是我跟隔壁班的感情很好 當然像我去高中 我高中同學不會知道這些事情 因為我的習性 如果說我知道第一個這個環境不適合我 第二個是 我不喜歡犯相同的錯誤 所以後來的人都會覺得我非常的活潑 就是 因為我知道人嘛 都是喜歡人家 看起來 好相處啊 活潑就沒有什麼 那 而且實際 哎呀小伯伯啦 小伯伯過來 哎呀你跑掉 而且我也蠻喜歡我高中的其他同學 對 我跟他們處的就很好 但是我跟我國中同學 基本上我跟他們處的不是很好 因為我覺得他們很 不是他們 他們可能也覺得我很奇怪 但後來我們長大以後 還有同學會過 有的同學真的很懂事 他們也會說 我曾經有同學跟我說 是我們小時候不懂事 其實我小時候跟他也完全沒有任何的交集 就是 他也不是那個給我臉色看的 但是因為有的人 他就是不做生嘛 那他跟我講這種話 我也覺得他很好 我沒有生他氣 我不可能忌憲一個人 這麼多 而且他們也不能 他們也不可能真的對我做什麼啦 因為我有 我這位人我說過我只是脾氣溫和 我不是一個 會給人家欺負的人 所以基本上我在國中的時候 也有直接跟人家起窗途過 然後他們留的女孩子也是會嚇到 你也想說 嗯 你平常看也這麼溫和 怎麼這麼兇這樣子 所以這是沒什麼啦 對 那 唉 我要講 對 然後像我們那個時候去歐洲 我們住的是寄宿家庭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錢也收蠻貴的 你看 長大也知道 因為我們不是住旅館 就是要 就是 類似我們看西方有些貴族學校嘛 會說什麼 要讓你睡木板床 訓練你的 心智之類 那我們就是住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 就 所以你會知道德國人 也沒有天天洗澡 他們還有幾天才洗一次澡 然後我住的是 然後因為我們去的地方那個時候 他說 剛剛 欸 東西德已經 那叫什麼 統一了 但是我們住的是 東德的家庭 我記得我住的好像是東德的家庭 所以說 我們的那個寄宿家庭的爸媽 他會俄文很厲害 他說他們 東 東德那個時候是 共產統治嘛 所以他是去俄國留學 他還有給我看俄文的書 就是 那算是蠻好的經驗啦 但我年紀越大以後就 可能以後帶貝克回去 除非有 因為寄宿家庭要比較長時間 他那個應該是學校特殊去找的 所以 但是我不會介意去住青年旅館 或什麼 只要我的貓可以去 我不會去 我會老實跟人家 我不會去跟人家說 我可以 真的 一窮二百的 過得很貧困的生活 所以我很愛賺錢 你不讓我賺錢 我會非常不爽 因為那是我能力 我可以做到 我對於 嫁人去當 不要說當黃 幹這什麼爛東西 我對於嫁人 然後給人家控管我 我一點興趣也沒有 不是說我不想嫁人 或是我不想交呢 但是我對於自己的生活 是 被別人控制 或是 不能做我自己喜歡這種 這種事情 我一點興趣也沒有 我沒有我不會喜歡一個人 喜歡到那個程度 對 然後 我要講什麼 所以說 我說我不會去說 如果我可以真的 就是像有的 尤其是我年紀現在要大了 我不會說 我可以 那種 出去啊 玩什麼都很糟糕 然後住在那種 像我看有的人去印度玩 好可怕那種 飯店要怎麼敢住 但是我 我也不認 我也不是那種 一定都要住很豪華的地方 或是 物質過度 你不要說夠用 就物質過度 對我來講 我也不是那麼的 對我那麼有的 有吸引力啦 因為你會知道說 像出去玩很多 是你跟當地人的接觸 然後你學習到的 每個人學的 學到的東西都不一樣 像我說 我同學會去買奧地利的水晶 但是我會跑去 看他們 有那種搖滾的視頻 台灣沒有這樣子 那就每個人不一樣啦 沒有什麼好講 然後回應我高中 就穿耳洞啦 對 因為國中當然不行啦 然後像我們那個時候 喔我記得我們也有 我們去那個 音樂團參訪 也有捷克的學生 那時候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東方的學生 跟西方的學生 有什麼不一樣 哼 我們那個學生 你在台灣很優秀 可是去那邊被人家當怪人 因為 我們全班都穿制服 我們制服還是 為了出國 好像連外套什麼 都是全部一起定做 全班都要穿一樣 可是 他們都是穿便服 那你就會知道 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他們的 國中生很多就很成熟啊 很成熟 就跟我 我也比較 就是他們會燙頭髮 或是染色 什麼什麼都有 他們不會因為說 還是學音樂的 就要弄得很乖巧 但是 我那個學校的教育 就是這樣 他就是會 會要大家都 集體行動 然後穿著打扮 都一樣 那你就會知道 雖然你去參訪了 雖然你去參訪了 我不知道每個人看到的東西 有沒有不一樣 但是 對我而言 我就會知道 那個東西是不同的 那我 我當然就 我自己就不喜歡 穿制服的人 而且 我天生穿制服就不好看 因為 小腿粗 這是你應該問 所以我當然會喜歡 我自己穿起來好看的打扮 那我 你就會知道他們 的學生 他們歐洲也不會用一個外表 去評論別人啦 除了他真的覺得 你東方人很怪啦 為什麼大家都要穿一樣 然後看起來像小孩子這樣 但是 他不會因為 就讓他們學音樂的人 有著打扮的也很叛逆啊 可是人家 學得好得很好不好 然後 還有什麼 其他去玩的很多人 就會有 同樣的經驗啦 就是我們會去聽歌劇 會幹嘛 那是沒什麼啦 對 要不要吃啊 不要啊 不要吃 那 這樣講一下就八分鐘了 所以我希望我們家 貝克會去歐洲 也有學到好的東西 但荷蘭我以前沒去過 因為真的太遠了 對 貝克會說 我媽媽說完了 我叫媽媽要跟大家說 就是 每個人出國 他不一定會學到的東西 但是 嗯 會 而且每個人看到的東西 會不一樣啦 就這樣 嗯 很帥 我很帥 還會是帥哥 蛤 錄完了 我要繼續錄我的手工 我要繼續餵我的手工 不是錄 好像講完了吧 沒什麼好講了吧 對